穿上雨鞋踩在泥泞的沟渠中 老农细心的将肥料灌进一株株的丝瓜根部 而太太则在一旁帮忙顺献 这是南投县鱼池乡的投射村 居民们大多以务农为生 原本种植水稻 却因为水稻的经济效益太差 村民们才改种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产品 团阵20万年了 这种做哪个水稻 那就是捕鱼也捕不吃 根本就工资最无限 刮太多也没有了 所以大家就说团阵做的 辣的辣辣辣辣 老农们靠着这片丝瓜田过活 当市场的菜价太低时 收益与成本根本不成正比 但是他们还是坚守在这 因为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村落 因特殊的泥炭土地城 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 大批的人潮带来了商机 许多的老农们纷纷的在指甲前的农地旁 卖起了农特产品 投射地区早期几乎都是种植水稻 从高处往下看整个投射地区时 非常的漂亮 但也因为经济效益不高 入不敷出 你现在种几乎多长得受万花 种几乎 种几乎多长得受万花 不 不不 不不 就在冰箱里了 我台湾的 台湾都请人 我买肥料买什么 买肥料 买肥料不够 不够 我买肥料不够 这次 烧肥料也烧 我们这里也烧 肥料也烧 你感觉要冰 我们就来肥料买肥料 你感觉要这样冰 这样 还有肥料拌 每行也有 有时吃人家 我没有冰箱 这种有工作我做 根据地方骑老的描述 投射地区的地址特殊 是因为早期鲜明 为了开发 而将原本的沼泽地 以泥土来封田 但是因为下方含水量 以及草生植物 过于丰厚 虽然先民们 不断地回田 以及封田泥土 却仍然无法填食 下方的堆叠泥碳层 才会造成 现今活盆地的特殊地形 我们投射地区 以活盆地来著名 以最近差不多20年来 还有活盆地这个名称 但是经过地方的疾劳 我听起来就是说 过去的栽种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就是就现有的状况 然后覆盖一层土 然后开始栽种 栽种它这个因为是地面 地下是水很深沉的一个水 在泥 本来就是泥沼地 一直覆盖泥土 然后掺杂草在上面 后来形成核奔地 也仅占这个投射地区的 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投射自知的 亦有的地方 尤其在这边 我们这边的丝瓜 是全国最好吃的产地 我们南瓜也是 南瓜也是 所以我们的碗豆 这个很多龙南平就是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的人也很勤劳 活盆地占地不多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 我们整个过去投射 真的是雨水很充足 这个灌溉的水量很充足 但是遇到这个大热点的话 还是要从水锅里面抽水上来灌溉 所以这里根本不适合 湿地的这个规划跟存在 所以我们地方一再地 透过各种管道去向中央反应 终于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们现在终于放心了 而居民们也表示 以前在耕作时 只要遇到泥碳土层 几乎不敢在上面行走 一定要铺设板子 不然只要你陷入泥碳土层 脱身就会非常的困难 那有东西原本的保住 都是不敢摇下去 那都这样 当然在那里摇下来 然后就要舀下去 我怕很怕 要舀下去 也因这个特殊的地质 引起了许多的游客好奇 纷纷来到投射地区 想要感受一下地面 可以有弹性震动的感觉 那么我们这个 活盆地呢 它就是放在上面 会震动 是像一个盆地 但是又会震动 里面就是沼泽 就是一层草 一层水 一层土 这样慢慢地 听到老一辈的讲 就是他们过去 在这个地方跟踪的时候 就是杂草 才能用土给它覆盖 覆盖之后 栽种一阵子之后 又长了杂草 又覆盖一层这个土 就是草加土 杂草加土 然后本身就是泥汉土 而且底层是水 所以这个盆地会形成 一种会震荡 会震动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 来这边就是来中文 来这边上面去那边摆动 去想着这个活盆地的这个生态 就在活盆地的名号越来越响 游客越来越多后 许多的村民干脆在自家的农地前 贩售农特产品 希望能够靠着这微薄的利润 来贴补家用 不过就在此时 居民们却接到了政府的通知单 内容表示 活盆地因为地质特殊 正在评估 是否要列入保育类的湿地 而这纸公文 震撼了整个投射居民 我们就是都不知道 五百九十八人 都没有一个湿 很害怕的 知道大家都很害怕的 我们的政策看得吃青 很害怕的 你却做师弟就没用了 对啊 这地团都要出去了 不然我们现在也要有多少政策 我们当时这样 那一年的菜贵 仅仅菜贵修行 就多少钱了 还有其他的作文 你却做师弟 根本就听一个学术单位 青菜壮壮 那里的政府就购买了 所以就很不对 居民们知道 如果被列入了师弟保育区 那他们的未来 将会被禁止在自己的土地上 种植任何农作物 赖以为生的土地 将被禁止开发 而这将会大大的影响 居民的生计 而纷纷地向议员们澄清 也希望政府能够倾听民意 不要以意孤心 到底是不是要列入 我们国家最基层的这个师弟 因为一百年开始 大家听到风声说 我们头下的地区 地位列入 这个师弟 大家这样已经足足 这样驚慌七八年了 当然我们在议会 跟管政府也有沟通过 正在我们所有议员的立场 包括管政府 管政府的意思 也不希望 坚强坚持的反对就对了 坚弱的反对 反对对政部有这种的循环 这是教授人的循环 好像是环保团体的建立 结果听到今天是五役中学 他们拿去的 这个土地都是私有地 哪有拿去做国家师弟的理由 中央单位营建署 紧急派人下乡召开说明会 表示此案为十多年前 由济南大学提出 政府经过多年的调查之后 活盆地并不符合 湿地保育的标准 再加上地方名义 全数反对划入 所以营建署 不会再将投射划入保育区内 100年其实那场是想说 我们的湿地没有什么犯罪 主要就是要让大家 可以在这里有什么生态 可以做一个调查 所以我们寄待的博士 他也在那里做三年 其实也是有一点的努力 也有一点的呈现出我们的成果 那就是因为在民国 1804年的时 我们私地法成立的时 有一条说 我们之前的重要私地要试统 不过我们还可以评定 看我们里面到底有重要 没有重要 才确定我们有要握进去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活涉棚地 就算我们不需要做重要私地 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它 过去是一个泥碳湿地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活盆地的体验 大家都会知道 我们的膜其实有很多的水槽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所谓的碳位功能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们那一段月 真的这一段是有更大的 有127公斤 但是因为我们来评估之后 你去看我们对这条土地 我们看到一杆一杆 就对它都是更做地 因为大家要知道 都会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 我们可能原来的湿地 大概只有剩下这个活盆地 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 把它列入重要湿地 就让大家照我们 现在做的方式继续去做 由于此案 关系着整个投射地区民众的生计 说明会上也来了上百位的居民 举报了整个会场 在听到营建署官员的承诺之后 民众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师 投射盆地的帝王棋 占定重要湿地是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公告为重要湿地地方集的 那当时是由 蓝头市的武艺高中推荐上来 那经过内政部的一个法定程序以后 完成这个公告 不过在民国一百零四年二月二号 公告的市立保育利用计划 市立保育法 里面有个规定 就是当时列为地方集的重要湿地 是评定为占定 那今天我们是按照法定程序 来办理这个整个分析报告以后 来办理公开展览说明会 那今天经过评估分析了以后呢 我们也听到当地在地人的声音 是反对这个投射盆地 列为占定重要湿地 而且意见表也反对了 那我想我们今天办理这个说明会 是要收集各位的意见 把这个意见 一并提供给我们内政部 私地审议大会的会议里面 来做一个变案的讨论 那原则上在大会里面呢 我们一定是排到八月底的这个大会 来提案讨论这个案子 那小弟呢 我会代表我们单位来参加这个会议 也会把各位乡亲的意见 反映上来 那至于说在最近这几年来 地方对于这个占定势力 所造成生活上的不便跟不安 那小弟呢 在这边跟各位说声抱歉 因为以前的这个名字的基础呢 并没有做得很完备很完整 所以说今天我们重新 照法定的程序 来办理这个有关公开的说明会 那我希望说今天的说明会 能够把各位的意见 反映给我们上级 那也希望能够这个困惑 能够告一个段落 听到此消息的议员们 也赞许银建署官员的诚意 这个会在结果的时候 他们都不在意 但是不在意 今天这些会 可以用这些生活的态度 来给我们碎面 再来给我们会心的 再来给我们促习这个设计 我们来给他们感谢 好吗 好 今天今天看到观看完了呢 我们内政部的这个长官 今天来的承诺 就今天的这个会议 结论 这样带回去 赶快在审议会里面 就来符合我们这个投射 我们这些村民 还有农民 跟地主 他们的意愿 赶快取消 会尽快的来取消 这样的一个划定 那我想这样也符合 我们这个 这个民意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在这边 我们想 很希望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赶快被公布出来 投射盆地 经过我们相关专业的一个评估以后 已经决定不列入 所谓的失地的一个范畴 所以请我们投射地区的一个象牵 能够放心 而整起案件也在南投县议员们的齐心努力之下 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不仅赢得了地方百姓的认同 也解除了投射划入失地保育区的危机 记者黄炫瑞专题采访报导